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我用这个大奖的口袋机 今天拍一期野怪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我想说与华为有关的 其实呢是与华为建议有关 华为赞助了一个德国的叫新闻记者奖 而这个上个月上个月9月30号 德国新闻记者奖揭晓 有与华为有关的两个两个奖项 一个是获奖的 另外一个是获得提名的上榜了 是这样德国世界报就是6月15日那天 是三个多月四个月前 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秘密的宣传员 就是在德国的秘密宣传员 这样一篇极度栽赃抹黑中国的文章 这篇文章获得了IT还有通讯类的一个奖项 另外一篇文章呢是揭露华为 如何在欧洲控制他华为员工的文章 也获得了提名啊 大家注意啊 这是华为自己赞助的那个 德国新闻记者奖 想想看这有多么讽刺啊 而这个新闻记者奖 本来与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但是当知道华为是赞助商的时候呢 我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而且是知道 就是这篇极度抹黑反华的文章 竟然获得了IT通讯类的那个奖项 你说啊 我当时我知道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像我的口里面吞下了 一只苍蝇一样难受 特别特别恶心 我就想问了 华为你到底在干什么 而德国世界报在推特 洗心余色的公布了这个大好消息 前面我粗略的提到了 这还没完啊 在这个新闻记者奖当中 还有一篇专门揭露华为 如何控制欧洲员工的这篇文章的记者 进入了入围得到了提名 虽然后面没有获奖 但是获得提名已经说明了什么 你华为自己花了钱 赞助这样的新闻记者奖 而这个记者或者新闻获得了提名 因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揭露华为的 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大意是什么 这篇文章大意是说 华为这企业具有战狼精神 比如说像他的德国总部在杜塞多夫 有2400名左右的员工 他整个华为的管理呢 有点像军事化准军事化的管理 所以他说战狼精神 然后华为的前员工还说啊 在华为内部还出现 比较严重的歧视的现象 比如说在德国华为的总部 只有中国人当高管 而没有德国人或是欧洲人 在这里我想问德国世界报的这一些记者 比如说像德国在中国的投资 奔驰宝马之类的这种大的企业 在中国的高管能够请中国的当地人 还是从德国派过去 我可以百分之一千的肯定 所有德国这种企业的高管 绝对是德国派过去的 德国人绝对不可能是中国人 所以在这里呢 请不要用双标 OK 然后这篇文章继续说 在华为内部 欧洲人或是非中国人 能看得见玻璃天花板 好 说到玻璃天花板 我想我的感受是最真切的 我是海外华人 我相信海外华人 大多数人都同意 只要是海外华人 在非华人的企业里面做事情 绝对华人看得见天花板 可能连天花板都够不着 就上不去 比如说在美国好的职位 绝对是给白人的 或是白人为主的 然后华为的所谓的前员工还说 99.9%的 它的管理核心层都是中国人 他说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在华为内部有一个真正的核心 也就是所有的高管都是中国人这个核心 还有在华为内部 几乎没有超过50岁的员工 也就是他们存在年龄歧视 下一点说的就是华为的工作时间 他说华为它遵循与欧洲其他不同的工作时间 比如说它纸面上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 但是很多中国员工它是996的 所以就是说把中国那套搬到德国来了 然后还把一些欧洲的会议安排到晚上10点 等等 这里的所有的前员工还说 华为的中国员工有的时候是睡在办公室里面的 总之整篇文章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我就想说了啊 你华为花了钱赞助这个德国新闻记者奖 而出了两篇这样的文章 一篇是打你自己华为脸的 啪啪的打脸 我都不知道华为它那个公共处理公共关系的 知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如果知道那华为该怎么办 明年华为还在不在赞助这样的新闻记者奖呢 如果华为明年继续赞助这个记者奖 那我就想问朋友们啊 你们明年或是你们今后 是不是继续支持华为的产品呢 我想这个决定由大家自己去拿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对吧 这次德国新闻记者奖 这个IT还有通讯类的奖项 颁发给了德国世界报的一篇 专门刚才说了是栽赃抹黑中国的 我认为是政治类的一条新闻 就是中国秘密的宣传员 这篇文章是今年6月15号刊登的 而且是收费的文章 我7月份的时候还专门做个一个节目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我到时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把这个链接放出来 也在这期节目的文字版里面 把那个链接把它放出来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点击去看一看 这篇所谓的中国秘密宣传员 他的大意就是说中国政府或者中共 他花钱在西方国家 比如说在德国寻找一些重量级的人物 或者是所谓的网红 在德国或者在欧洲用当地的语言帮中国说话 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而德国世界报的这4个记者团 他们可能是偶尔发现了 比如说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一个 德国大学的女学生叫海文娜 她在德国基尔大学 这篇文章的作者把这个女学生 把她扣帽子成就栽赃成中国 而且是危险的秘密宣传员 危险啊 我想一个女大学生她能够危险在哪里 海文娜据我所知 她从小就对中文 或是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 她也去过中国 她的男友也是中国人 因为她去过中国 她也了解中国文化 也真正的知道中国具体的情况 所以她在社交媒体 比如说在推特上面的呈现给大家的中国 是一个与西方媒体完全不同的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媒体中的中国 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而海文娜它主要是正面为主 或者是显示中国真实的一面 可能有比如说张乱插也有 但是是真实的中国 而西方媒体的中国是一个极度丑化的 阴暗的中国 所以这不符合德国的政治正确 那么这个世界报就把这个海文 就是逆想为是中国的拿钱 帮中国做宣传的秘密宣传员 而且把它归类于危险 所以我觉得这种假新闻就非常可笑了 但是更可笑的是像这种栽赃抹黑的假新闻 竟然在德国获得德国记者新闻奖 你说这有多么的讽刺 更有讽刺的是中国的公司华为赞助 这样的奖项 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打脸 我其他的真的我无语真的是无语了 哈维纳觉得他被栽赃抹黑了 所以他想告这个德国世界报 但是知道啊 在西方国家律师费是非常高的 他一个学生没钱 所以前段时间在网上发起了众筹 Hi Estelle 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m recording something 刚才我被打断了 我继续吧 刚才说到一个是海文 像这篇我认为呢是极度政治性的文章 竟然被放到那个it 还有通讯类的这个新闻题材里面 而且还获奖了 所以我就想了啊 像这种德国这种奖项啊 本来这种新闻的应该是相对的是中立的吧 对吧 但是呢我认为啊 这涉及到中国这种 是自然而然变成了一种政治化的一种奖项了 根本就跟it跟技术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完全是出于政治正确 所以这样想起来就特别的恶心了 还有意思的是 我看一下推特啊 就是海文娜的推特 海文娜他想那个应该是跟踪 世界报吧 但是世界报呢 但是世界报的那个账号把这个海文娜把它屏蔽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文娜的推特动态 可以看到啊 他也报道了这条新闻 他说完全不可接受 这个斯普林格就是 德国一家比较著名的 有点偏右的那个传媒集团啊 他仍然呢 与海文娜有那个诉讼 其中包含经法院核实的虚假信息 和不实陈述 而这样的垃圾得到了 这种新闻奖 所以对涉及受害者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也就是对海文娜来说 是个很大的伤害 他说他不会放手的 就这篇啊 所谓中国的秘密宣传员的 这个文章还有他的那个 记者团队获奖了 然后海文娜说 他被推特账号被屏蔽了 也就是他无法跟踪世界报的动态 好啊 就是这个团队啊 你看这位卡口是其中一位之一 他是一个特别反中反华 反共的一个记者估计吧 因为从他所有世界报 发表的文章来看 他应该是专栏一个专栏记者吧 他负责应该是负责中文部的 我估计 他发表了所有的文章 我看了他所有的 我能看到的文章 他很多是付费的啊 就看他的标题 就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怎么样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去年 应该是二三月份吧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蝙蝠的 关于中国什么吃蝙蝠啊 好 他配的图呢 是印你一个自有市场的 而不是中国的 所以我说是这种明显的假新闻 他德国就这样做啊 没有操守了 现在 我觉得可能海维纳有写的东西 意气用事了啊 有些不该写的要写下来了 具体我就不说了 所以现在就可以发现啊 你看还是一个德国大的主流媒体呢 那么胆小 那么心虚 怕一个小小的德国的女大学生吗 这也太胆小了 对吧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德国主流媒体心虚了 原来德国主流媒体如此胆小 真的是太不要脸了 我心里怎么样呢 只有鄙视 真的只有鄙视 其实我觉得啊 德国还有西方 对中国这些年进行疯狂的 什么抹黑啊 栽赃 我认为呢 并不是完全出于那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多的是出于因为由于东升 由于东升啊 还有西降 对吧 一种出于种族的 还有出于文化的 一种不自信 一种羡慕嫉妒 一种恨 所以导致的一种对中国特别特别大的敌意 我认为是主要是这个 我认为呢 这是西方他们内心呢 不自信 还有非常焦虑的具体的体现 所以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栽赃 抹黑中国 对不对 但是德国人呢 还并不是最无耻的 我认为呢 最无耻的国家 或是人呢 都是那些暗撒人 就是讲英语那些国家 具体哪些国家 我想大家都知道对吧 当初华为赞助这个项目 我估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抹黑 至少呢 是揭露中国 或者华为一些阴暗的东西的 当初华为肯定没有预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许华为的公共机关 现在也不知道 华为赞助的东西 抹黑中国东西得奖了 所以刚才我说了啊 华为自己花钱 买人给自己扇耳光 简直是太讽刺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报的推文 它是专门发布了获奖的消息 喜获德国记者奖 你看就是关于中国在德国的秘密 宣传员的这故事的那篇文章 这篇是极度栽赞抹黑中国的 其中我刚才说了 就是有德国那个女孩 叫海维娜也被提到 说她是一个德国的 非常危险的秘密宣传员 帮中国宣传的 把它归类为危险那一类 好 在这里有位网友 他就这样说了 他问为什么华为赞助这种奖 华为知道自己在赞助什么吗 这就赞助商 华为的它的logo在这 然后他继续说 基本上这是一篇 关于华为如何控制 其欧洲员工的文章 被德国记者奖提名 由华为赞助 这位网友也不理解华为逻辑 现在你看这里 华为如何控制它在欧洲的员工 这是华为的logo 靠 我发现大多数的网友 还是谴责获得这样的奖的 这位网友说秘密的宣传员到底谁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贴出了比较敏感的信息 我点击进去看了一下 是2012年的时候 也就9年前 德国的时代报刊登的一篇文章 揭露德国政府出资 来培训这些叙利亚反对派的人物 这些你看看 而是在德国 在德国的柏林培训的 虽然与这篇文章没有很大的关系 我就随便说一说 好 我们看看这位网友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奖项是非常可疑的 因为世界报采用了 Exer Springer的劣质材料 而Exer Springer 仍在诉讼中 被指控由法院证实的虚假信息 和不真实的陈述 世界报必须在获得承认之前 对其做出回应 好 这位网友说 不要脸 真的不要脸 德国什么都不学 跟着愚蠢的媒体宣传走 充满偏见 不接受其他文化 因为西方太伟大了 这让我恶心 然后这位网友说 你故意发布虚假信息 并因此得到德国新闻记者奖 可耻 我希望整台戏都会被曝光 被剥夺新闻奖 还有他说万岁德国新闻奖 授予传播虚假信息的宣传者 热烈祝贺 当然在这里你看 它是一个吐槽的 这就是大概整篇推文下面 他虽然是发布了喜货 德国新闻记者奖 但是大多数读者 他都是不同意的 都是在谴责 在讽刺 对于西方的 对德国的新闻自由 新闻公正 我最近又有新的认识 今日俄罗斯有德语版 它的油管频道 最近被封了 我估计有不少会德语的观众 可能举报了今日俄罗斯 被封的原因是说 今日俄罗斯发布假消息 具体是不是发布假消息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过不少今日俄罗斯的 不管是德语的内容 我也看过他们英语频道的内容 我发现与西方还有德国媒体比起来 我认为今日俄罗斯相对来说 至少报到中国的时候是相对客观的 有的东西可能它有报到阴暗面的东西 但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跟西方一味的扎扎抹黑中国来说 至少俄罗斯它相对来说比较中立 它是比较真实 我认为这是我本人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油管这样屏蔽今日俄罗斯 这个德语频道 也许可能是一种也是一种心虚的体现 它不想让德国的观众知道更多的 所谓的真相 我认为 真的 我感到现在西方这样一味的疯狂的 就是要封口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西方的政治不正确 就是一个框一个红线 你是不能逾越的 就像一个无形的很高的墙 西方的人他很少能够翻出去的 很少几乎没有 所以他们媒体报道什么 比如说关于中国的 你看绝大多数人是相信的 他们德国人 比如说德语媒体 他们的读者 或是他们的观众 他们评论的时候 总是一键三连都差不多 就这个原因 就表明他们被洗脑 总之舆论战 目前是东西方 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战争的主要的战场 但是目前来看 西方是牢牢掌握着舆论的主导权 而中国只能是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没有办法 中国目前的宣传部门 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 在舆论战中能够占据主动地位 这也可能与英语作为世界主要语言 最重要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过去一二百年来 一直是西方国家处于领先地位 所以对中国来说 任重而道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